组建靠谱团队的第二个重点 就是合理分配公司的所有权 经营权和控制权 让所有人各司其职 彼此之间目标一致 对于一般的创业公司而言 所有权是由创始人 员工和投资人三者共有的 经营权是由经营公司的管理人员 和员工所享有 而控制权则是由创始人和投资人 组成的董事会所拥有 在这里创始人和董事会 往往最容易发生矛盾 董事会常常希望 公司可以尽快上市 从而使自己的投资获益 而创始人则往往希望 在自己的业务扩展和稳定之后 再考虑上市的事情 因此在选择公司董事的时候 一定要非常谨慎 董事的数量保持在小范围内 人越少 心越齐 效率就越高 组建靠谱团队的第三个重点 就是要有合理的手段 去激励员工 站在创业者的角度来说 给予员工过高的现金奖励 并不是一个合适的行为 这会使得员工将所有的精力 着眼于当下 以赚取现金的激励 而这并不利于企业的长期发展 彼得蒂尔考察了数百家公司 就发现 那些首席执行官 拿着很高工资的公司 往往都经营不善 而像Facebook的创始人 扎克伯格 每年只领取一美元的薪水 却可以激励员工 为公司发展着想 那另一方面 扎克伯格也给予股票和期权激励 用未来的收益 使得员工全力以赴 最后我们来说 组建靠谱团队的第四点 打造独具特色的团队文化 创业的时候 团队文化是非常重要的一件事 它意味着团队成员彼此 是否拥有共同的信念 是否能够自我驱动 使公司发展到一个新的高度 优秀的团队文化 可以有各种表现形式 彼得蒂尔比较推崇的 是建立一种独特的帮派文化 那在书中 帮派文化的含义就是 员工之间不仅仅只是 简单的同事关系 同时也是生活中的好朋友 彼此之间能够互相信任 扶持和帮助 彼得蒂尔和当年一起创办 PayPal的同事 就建立了这种良好的关系 这些同事后来也成为了 硅谷互联网圈的领军人物 比如说硅谷钢铁侠 埃隆马斯克 全球最大职业社交网站 领英的创始人 雷德霍夫曼等等 他们在硅谷甚至因此 得到了一个响亮的称号 PayPal邦 好 以上就是第二个问题 如何搭建一个靠谱的创业团队 彼得蒂尔提出 首先要找对合伙人 并对那些具有才华 但特立独行的创始人 抱有包容的态度 其次合理分配所有权 经营权以及控制权 利用股权激励员工 界定每一个员工的角色 最后要努力建立高效的团队文化 就像彼得蒂尔推崇的帮派文化一样 那组建了靠谱的创业团队之后 创业就算正式开始了 最后一个问题 我们就来谈一谈 在创业过程中经常遇到的三个难题 先说第一个难题 如何在市场中形成较高的壁垒 之前说过了 技术壁垒能给企业带来巨大的优势 助推企业的发展 那么如何通过有效的市场战略 把技术壁垒延伸到市场中呢 我们可以先从一个小的领域切入 然后占领该市场 打造自己的核心竞争力 那对于初创企业来说 由于人员和资金都很有限 因此一定要把时间和金钱 花在刀刃上 从小领域切入 也意味着你对自己的公司 有明确的规划 找到了市场的痛点 这样就能免去许多竞争 在起步阶段快速发展 纵观互联网三巨头 百度 阿里和腾讯 他们起家都是从小市场开始的 百度做中文搜索 阿里做针对企业的电商 腾讯则是做年轻人社交软件QQ 他们的服务对象 一开始都是特定的一小群人 那么在小领域站稳脚跟之后 就要扩展规模 发展其他相关业务 这一点可以从亚马逊的发展历史中 得到印证 亚马逊刚开始的时候 只是卖书 等到网上图书业务稳定之后 他们开始卖光盘 卖软件 卖衣服 最后到现在的什么都卖 成为全球范围内的综合性电商 那讲完了市场策略 我们来看第二个难题 它涉及的是市场策略的具体执行层面 也就是说 如何有效的推广公司和产品 酒香也怕巷子深 在创业的过程中 如果推出了新产品 却没有做到有效的推广 那生意就很难做下去 推广可以从销售和营销 两个角度入手 销售强调把已有的产品和服务 卖给消费者 这相对来说比较直接 营销则是通过各种方法 把产品和服务展示在消费者面前 既可以是广告 也可以是比较隐形的品牌影响力等等 我们先来说销售 销售有普通销售和复杂销售两种模式 普通销售是指销售的金额不是特别巨大 公司只需要建立优良的销售团队 然后通过体系化的流程 让销售团队尽可能的向广大客户推销产品 这种销售模式非常普遍 只要确定好目标 做好绩效考核和利益分配 就可以取得不错的结果 而所谓的复杂销售 指的则是销售的数额非常庞大 达到百万美金级以上 那在这种销售中 可能需要几个月才能和客户建立联系 还要用一两年才能达成一笔交易 那由于数额巨大 这种复杂销售 往往是由公司高层 甚至是创始人自己进行 比如说硅谷钢铁侠埃隆马斯克 运用自身的经济实力 以及在政坛的私人关系 游说美国航空航天局 与自己旗下的SpaceX公司 签订10亿美元的大合同 营销上最常见的方式 其实就是广告 彼得蒂尔在这里特别提醒 那作为初创公司 千万不要和大公司进行广告竞争 因为他们的资金实力远比你强大 你应该制作更加新颖 更有辨识度的广告 或者制造更多的公关话题 出奇之胜 那除了广告营销之外 最理想的营销状态是病毒式营销 也就是通过制造一些话题 适用产品 或者给推广者返现等方式 让每一位用户都成为公司和产品的宣传和推广者 PayPal最初的时候 用户只有24个人 还都是公司的员工 那为了获取新客户 PayPal承诺 只要注册账号 就可以得到20美金的奖励 如果还能再拉来其他人 邀请他们也注册平台 那么还能继续获得奖励 靠这样裂变式的拉新方式 PayPal 5个月的时间就获得了上万用户 有效的销售和营销 能够帮助初创公司赢得市场 那么当下的创业当中 企业还可能会面临一个具有时代性的难题 那就是如何应对已经到来的智能化趋势 人工智能这个词啊 现在可以说是太火了 媒体一天到晚的信息轰炸 什么AlphaGo击败人类骑手 人工智能到来 人类即将失业等等 未来简史中甚至提出 未来99%的人都将沦为无用阶层 人们会彻底失去价值 不过在彼得蒂尔看来 这种担忧实际上是多余的 人类与机器擅长的领域不同 人类能够在非常复杂的情况下 制定计划 做出决策 但却不擅长处理大量的数据 机器则相反 他们擅长数据处理和计算 却无法做出复杂的判断 人类和机器的关系是互补 而不是互相竞争 他举了一个自己在PayPal公司时的例子 说当时PayPal平台上经常发生信用卡诈骗 公司为此付出的赔偿 每月达到上千万 工程师们会利用一些算法去识别诈骗 但是这种机器算法对于一般的人有用 对于那些黑客高手却无法发挥效用 后来他们灵机一动 创建了一套系统 找到了许多专业的数据分析师 将这些专家的判断 录入电脑数据 形成专家系统 与之前的编程软件相结合 软件通过自动算法识别出可疑账户 然后由专家系统来审核 这个账户是否合法 黑客虽然可以骗过机器 在专家分析师的经验中却无可顿讨 后来这个系统的底层逻辑 还被美国安全部门用来识别恐怖分子 效果也很好 彼得蒂尔由此认为 一方面人类要善于利用智能化机器 提高企业的运作效率 为公司提供更多的发展可能性 另一方面也要看到 人类分析师 检察官 科学家等等 他们的经验在智能化趋势中同样宝贵 企业应该对这两种力量都善加利用 以上就是第三个问题的内容 在创业的过程中 企业可以通过 先从一个小市场切入 再逐步扩大规模的方式 努力建立市场壁垒 具体来说 要综合运用普通销售 复杂销售 广告和病毒式营销等方式 推广公司和产品 面对已经到来的智能化趋势 还要善于利用机器的力量 加强人机合作 助推业务发展 彼得蒂尔认为 未来全球化带来的经济竞争和资源角逐 只会更加激烈 而在所有人中 创业者们是最高瞻远瞩的 应该率先担负起创新的任务 让未来与众不同 更加美好 好 从零到一 这本书就为你解读到这 听书笔记 在音频下方 下一本好书 与您